好了,我们接下来呢,我们来通过创建AxosArrow类子的方式呢,来对这个错误做增强。 那首先呢,我们来定义一个AxosArrow类型接口,它是用于Web使用的。 那在这个TypesIndexTS中呢,我们去导出一个interface,叫AxosArrow。 它呢是extends,就扩张我们这个Arrow这个接口的。 好,在这里面呢,我们有一些属性,首先呢是这个config,那config呢是币选属性,它的类型呢就是我们AxosRequestConfig,还有几个科学属性,比如说像这个code,code呢这个是一个科学属性,科学属性我们的code类型是stream呢,或者是nob都可以。 然后呢,它还有这个request,这个request呢就是我们的这个xmlhtprequest,它的一个值呢是any,它类型是any,然后这个response就是我们这个AxosResponse这个类型,然后除此之外呢,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属性,好,这就是对外的一个接口,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这样一个 AxosArrow的一个class,我们在这个helps这个目录下呢,我们新建一个 Typescript文件,我们叫Arrow。 AxosArrow下面呢,我们就可以去导出一个class,AxosArrow,它呢是就继承我们这个Arrow这个类,好,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去定义它的一些这个类的一些属性。 AxosArrow,我们需要把这个类型导入进来,report,我们这个Axos,requestConfig,然后我们这个config就是这个类型。 然后还有这个Code,Code,Code呢它是String或者是Num,然后这个request呢是any,然后这个response呢是这个AxosResponse,那我们在这里也把它导进来,AxosResponse。 这是类的一些类型,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定义它的构造函数。 那构造函数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几个参数,一个是这个message, 构造函数,然后这个message呢是一个string类型的, 然后我们还接受一个config,然后就是requestConfig,然后是我们的code,是string,或者num,然后这个request,这个都好,request是我们这个anulation, 它也是个可选参数,然后sponse,是这个AxosResponse,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,首先我们要去继承这个负类,就是靠负类的构造函数,因为我们是继承这个error,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super去靠我们这个负类函数,supermessage,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对这些属性做复制, 就是this件config,this件config,this件code,encode, this件request,request,this件response,request,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this件is,acosError,是true, 好,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操作是什么呢,我们需要通过这个object.set,propertyof, 然后this,到这个axosError的protype, 然后传入这两个参数,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,这个实际上是解决typescript的一个坑,那是什么坑呢,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apscript它的wiki里面呢,有个这个breaking change,然后它这里面就文档里面呢,有一端接受,就是我们当它去继承一些内置对象, 比如说像error呀,area,map这些东西的话,他们会有一个问题,就比如说他这个给个例子,就是这个fullerror 制成它的时候呢,这个时候他定义一个方法,但这个方法呢,你如果不加上我们刚才那一段代码的话,这个方法你去掉不到了,就是你去实际化这个fullerror, 但是你去靠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,另外这个incidenceof呢,这个也是不对的,就比如说你newfullerror,incidenceoffullerror也是会有成false, 那怎么办呢,就是在我们去靠这个super,去靠fuller的构造器的时候呢,那靠完以后我们就直接去执行这段代码就可以了, 通过这个object.setpropertyoff,这个方法就可以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坑,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accesserror类的一个构造,那为了使用方便呢,我们实际上可以去把这个, 这个我们就不让外面去直接new这个accesserror,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工厂函数,去创建一个error,怎么办呢,我们通过这个export function, 那叫create这个error,然后这个createerror这个函数的参数呢,它就是几种呢,它就是这个message, 其实就是把这个,把这个message,把这个message,然后这个,这几个这些烤怪就行,实际上是一样的,也是需要这些参数的,然后,定一个error, 那把我们这几个参数传进去,message,config,code,然后是request,然后是response,retend这个error,好,这样的话,外部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createerror这个函数呢,去创建我们一个accesserror这样的一个实例, 好,我们这里的话这个axcesserror的定义呢,就定义好了,然后我们这个空缆函数也定义好了,那接下来呢,我们就把它应用到我们这个错误逻辑的处理中。